今天最新还要来看看台北市与金门县一同针对高龄健康促进及老人福利相关的政策推动交流 邀请到东京奥运羽球男双金牌林扬佩 王麒麟跟李扬来推广羽球运动 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和他们视讯才被爆发了出征风波 今天的错谈会上柯文哲跟王麒麟互动热络 王麒麟还主动邀约要不要打羽球PK 让柯P直说他很怕会被惨电 那应该是跟全民会 台北市长柯文哲甩甩手挥着空气球拍 帮一旁羽球国寿王麒麟加油展现支持 这个反日要达到世界点天有多困难 台北市与金门县共同举办高龄健康促进城市交流论坛 邀请东奥羽球男双金牌组合林洋配出席 王麒麟除了建议北市运动硬体升级还提出这个邀请 我从来可以就是交流 这些世界是拿世界金牌我让他上进21比6 市长这边理队的怎么会让人家拿21比6 两人台上谈话就像好友在聊天 看来不受一个月前网友出征风波影响 日前柯文哲与林洋配视讯王麒麟发文感谢 却被网友席办离柯文哲远一点 如今三人面对面再次通框 不会啦这个是年轻人没有啦他们他们我跟你讲 奥运要拿到金牌不容易的 那不得了啊 那个我跟你讲不要羡慕别人成功那一定是超到很厉害的 柯文哲就怕再被领开战场 这拒绝的比金牌国手的对战邀请还要果断 记者综合报道